PS5版的J86体验版可以免费下载游玩了 最近70后和80后的爷清回特别多 昨晚刚看的关篮高手全国大赛 上周看的马里奥大电影 今天又可以玩J86 巧的是这仨伙都是日本的 我玩了几把J86体验版说说感受 游戏有简体中文 还是用RE引擎制作的 上到生化危机下到模拟器 卡普空的RE引擎真是无所不能啊 J86默认格斗场景是30帧分辨率模式 不过可以手动调成60帧帧率模式 在设置图像设置里 金增了一种开放模式 这种模式特别像如龙 可以捏脸 玩了一下这个 终于知道为什么叫街头霸王了 那就是在大街上 随便遇到一个人 你就可以跟他单挑 每个人头上会显示级别 其实也可以用一级干六级 目前体验版格斗模式只开启了一对一 而且只有选五四一个场景 只能选龙和卢克两个角色 美人两件衣服 不过对于老玩家来说足够了 手柄安建布局 对于老玩家来说 最好切换成经典模式 这样用起来比较自然 发气啊 旋风腿 耗油根一个都不少 背负头 腿摔 超臂杀技也都有 J86的画面 比起两个前作来说 我感觉更豪华了 特别是在动效 细节方面更丰富 喜欢的同学可以到港府商城 免费下载 在1992年 93年玩街霸2的时候 我那时候才上初中 一块钱买三个币 那个时候街霸机台前面的人最多 那时候机台只有三个剑 只有拳 没有腿 那个时候高手都用龙 穿深灰色衣服的龙 我们叫他白狗 而且这种高手 从来不把耗油根的使用方法 告诉别人 一晃30年过去了 街霸2成了回忆 街霸6成了蜥蜴 老玩家们 你们更喜欢哪个呢